你現在收聽的是PiCast 一個由PiCon台灣熱血志工 組成的Podcast節目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將會邀請到 PiCon的創始員老來講鼓 或是邀請志工講者 來這邊跟我們分享學習 或是工作中 使用Python的有趣故事 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 拍起來 PiCon的創始人 诶 我回來了 嗨 你回來了 嗨 大家好 我是Benson 對 我回來了 Benson 你上次去哪裡 诶 我上一次 你是說跟YYC錄音的那一集嗎 對啊 那一集我在當幕後的小天使 哇 辛苦了 那我們今天是我們第二集的節目 耶 就是趁著來賓 我們今天來賓還沒進來之前 我們稍微聊個天好了 就是 欸你知道我們的節目 已經現在已經播出到第二集嗎 就是 其實是第一集啦 因為我們是從零開始算 那你知道我們的節目的排行嗎 不知道欸 不知道欸 你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啊 就是因為我們看Spotify的話 我們的類別是歸在教育 那目前在台灣是197名 對 然後在那個第一集節目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230幾名 所以我們其實有不錯的進步 有進步 沒錯沒錯 不知道這一集 不知道這一集可以有多少成長 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感謝各位聽眾的支持 那你知道其實我們的這個收聽 就是到後台數據去看的話 我們的收聽人數其實是很跨了 歐洲 亞洲 美洲跟亞洲嗎 真的非常厲害 我們這個節目剛出來沒多久 就已經打遍了全世界 希望我們未來還會有更多不同的內容 可以讓我們聽眾變得更加的多元 還有廣泛 沒錯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說 我們今天這一集音質有一點差 因為我們今天 延續到剛才我們聽眾 就是橫跨歐洲 美洲 亞洲 其實我們今天的講者 也是從歐洲遠道而來 其實沒有遠道而來 我們是橫跨透過網路的力量 遠端連線而來 遠端錄音 因為另外一個講者 另外一個來賓 待會邀請進來的來賓 他是來自荷蘭 他是來自台灣 但目前居住在荷蘭 對 所以我們也很期待待會 這種跨時區的錄音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嘗試 那剛剛講到我們這個節目的成效 其實有一件事情我前幾天聽到 我也是蠻驚訝的 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也有當開發組的志工 然後我們前兩天的時候是開發組的聚會 然後我們組長就跟我們說 我們最近加入了一個新的夥伴 那他是因為聽了Podcast之後 來加入我們這一個團隊 就覺得 哇 真的很開心 真的 沒想到就是我們的節目真的有撐過 真的 那就在這邊再跟大家宣傳一下 我們現在還在曾志工 然後我們接下來還有很多精彩的活動 我們在最後面會跟大家介紹 敬請期待 那我們要不要趁著來賓進來之前 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好 沒錯 這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就如同標題是跟遠端工作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邀請了兩位來賓 他們兩個本身都是遠在去年疫情爆發之前 就已經開始從事這樣的工作形態 所以他們其實有很多的東西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對吧 詩貓 沒錯 雖然說去年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越來越多的公司就是開始有部分的遠端工作的機會 或者是即使是全部遠端工作機會 但是我們今天邀請來的來賓 他們是已經有多年遠端工作經驗 他們的公司就是不僅僅是地區性的遠端工作 而是全球性的遠端工作 而且是跨國團隊 那他們有蠻多這樣子跨國溝通 還有不同時區溝通的經驗 我們就很期待他們的分享 那我們待會兒我們就邀請他加入我們這個session囉 好喔 好 那是嗎 我們剛剛邀請我們的兩位來賓 你要不要稍微跟聽眾分享一下我們兩位來賓的來歷 好喔 我們今天的來賓是今年的總召李偉 還有前年的總召太祥 那他們也都是多年的拍抗志工 那我想要先在節目正式開始之前就是進入主題之前 想請兩位就是分享一下今年對開抗台灣的期許 好 那我們就先請李偉開始 好 因為我是今年的總召嘛 那我去年其實是當議程組長 所以稍微處理的有點多事 所以今年最希望就是讓大家玩得開心 那今年我們還有蠻多各種不同的嘗試 所以希望來做這些新嘗試的人都有學到新的東西 那惠眾看到這些新的東西也都能玩得開心 不知道你可以劇透一下有哪些新嘗試嗎 可以透露一點點給我們的聽眾朋友 像我們以往在中研院的時候會有一個活動叫Pi9 它會有音樂會 那我們今年的Pi9 因為我們不會辦在中研院了 所以音樂會的形勢會有點改變 那我們移動到一個還蠻值得期待的場所 我自己也還蠻期待的 然後六月多可能會有一個小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我們的臉書 就follow up下 好期待這個Pi9的活動 該不會是總召上台唱歌吧 這恐怕有點困難 總召不太會唱歌 沒關係 那我們就見機行事 那接下來請泰翔給我們PiCon的一點期許 大家好 我是泰翔 然後我是2019年的總召 然後身為前總召呢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 就是我覺得不該對現在的團隊有什麼期許 因為現在不管做什麼 那都是現在的團隊他們自己的本身的特色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不管怎麼樣我覺得都是好的 所以其實我沒有 一方面我覺得不該有什麼期許 一方面我也覺得 不管這個團隊怎麼發揮 我其實都覺得是很好的東西 這樣 只要大家玩得開心 好那我換個問題好了 就是與其是如果我們不是說期許的是說 你覺得現在PiCon台灣 就是可以呈現給大家什麼 讓聽眾朋友就是可以對活動有期待的話 你最想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我最期待就是雖然現在沒有當總召 不過還是在PiCon台灣裡面 作為志工一起籌備整個活動 然後其實我作為志工兼會眾 本身最期待會發生的事情是 就是大家一起開心的寫扣這件事情 就是不只是單方面知識的交流 甚至是大家聊得開心 我們馬上就來試試看 當場就來寫寫看 甚至是大家一起來寫個一天兩天 一起寫扣 這一起寫扣其實是我當初想要籌備PiCon 可能是最大的動機之一 因為我就覺得幾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寫扣 是真的很快樂的事情 像我今年也有參加開發組 那就是大家也是會分派任務 然後就是做自己的任務 然後我們下一次聚會的時候 我們再一起討論co-review等等 我覺得真的是蠻有趣的 我就這邊分享一下我們上次聚會的時候 聽說有一個志工 是因為聽了Podcast之後來加入的 我還蠻好奇問一下 你們現在聚會是一個校務之類的 然後開發組織接大家一起 實作幾張Ticket是這樣嗎? 其實今年Web Team的組長 他是會準備幾個任務 然後他可能會講一下這個任務主要是要做什麼 然後請大家自願 那大家可能會 有的人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就會舉手說他要接下這個任務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針對前一次發出去的Task 然後進行review這樣子 那可能也會去share一下大家 不管是不是跟Python有關係的 有可能是一些有趣的發現 然後也會在上面做分享這樣子 這是發生在實體的聚會裡面嗎? 對啊 然後但是我們之前線上的時候也有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是覺得真的蠻好玩的 我想問剛剛的那個topic就是 像剛剛Benson講到的主要是Web Team的部分 但以往一直有遇到一個狀況是Web Team的 你的技能的要求會比較高一點 你可能至少要懂一點點的前端 你才有辦法去開發 Web Team主要是管我們的官方網站 那你總是要懂前端才會去寫前端 那後端的話你就是要懂一點捐購 但如果是一些比較 比較開始的programmer 他們可能就沒有辦法一開始就加入 那他們進到開發組就會覺得 欸好像不太有趣 那今年有另外一個team是infrastructure team 但它跟一般公司的infrastructure 可能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幫Pycon建立一些 比較重複性的事物的自動化程式 那這些自動化程式 它可能就是簡單的爬蟲 它去爬我們的票物資料然後整理 給其他組 那我們就不用花很多志工的時間去 慢慢手動的做 我覺得是今年一個我自己還蠻exciting的 的一個嘗試 老實說如果我沒有當總招 我自己甚至會想去當這一組的組長來看 能不能帶更多人一起來寫程式這樣 所以聽起來是 我只要對自動化稍微有一點點概念 我也可以加入一起寫Call 我不一定要懂得寫Jungle或者是前端 是這個意思嗎 沒錯 就是最基本的python就夠 甚至你不懂python我相信 比較基礎的部分應該都有人可以帶才對 聽起來很不錯 只要有一些基礎的程式邏輯 應該就可以加入這一組進行貢獻 沒錯 聽起來超好玩的耶 希望明年我也有加入的機會 沒問題我現在就直接幫你拉到群組 好那就是李維跟太祥啊 除了就是總招的身份之外也是我們多年的志工嘛 那你們也認識還有使用python這個語言非常的久 那我想要問一下兩位就是你們跟python的淵源 好那就由我先開始 那大家好我是李維 那我第一次寫python其實是在我大二修 跨系去修志工系的課的時候的一個加分題 對那時候他們要我寫一個去爬氣象級的天氣預報的一個程式作業 那這是我第一次寫到一個這麼親民的程式語言 然後我還真的寫出一個真的是可以用的東西 因為我大一學程式的時候我一直在學你如何去計算BMI 你如何用更高深的程式開發技巧去計算BMI 然後像什麼多型繼承然後封裝這些技巧如何去算BMI 但你沒有辦法實際的感受到你做的這個程式有任何的產出 那你又花了很多時間去弄了你完全看不懂東西 但相較之下python就很好理解就是 你就看了因為python算是目前跟英文算很接近的一個程式語言 你就是看懂這些英文就發現 欸怎麼氣象級的資料就爬下來 那這是我最一開始碰python的淵源 後來就被一些學長抓去開發 如何把學校的選課網站爬下來 然後隔沒多久學校的選課網站就當機一天 這不是因為我們的爬蟲就是我們爬了這個資料 所以大家可以透過我們的網站去看 欸現在線上的選課資料有哪些 就還蠻有成就感的 就是真的有一些使用者來用我們的服務 那這是我在python的淵源 聽起來好像有某些外掛可以協助搶課的樣子 選課的時候你有偷偷的外掛這樣嗎 其實我有寫但我自己沒有用到 我記得我以前有聽過系上的學長說 他們寫了一個可以幫人家退課 他的措法不是去搶課 他是把別人的課退掉 然後他再去搶那場那場課 這是一個秘密 所以說李唯一開始是因為寫了一個 真的很有幫助的東西 然後喜歡上這個程式語言這樣子 嗯沒錯 所以你是因為這樣後來順勢也加入了python當志工 直到現在 我加入python的原因就是 因為在場的泰祥把我騙進來了 那不如就請泰祥來分享一下 就是你跟python的淵源 還有你加入python台灣的淵源 還有你怎麼樣把大家騙進來 OK 我要先強調一下 不是騙進來啦 當初就只是 嗯 有匯眾 當初就是我們的小編群 遇到比較積極 有活力的匯眾嘛 就大家都聊了聊得很開心 對就來一起玩 其實也不算騙進來啦這樣 大家有聊得很開心 對 那說到騙進來我才 對我當初會加入python是因為 我是被當初的founder騙進來了 這才是真的騙進來 這才是真的騙進來 這才是真的騙進來這樣 這是什麼互相爆料 對 然後當初為什麼會開始寫python是這樣 就是 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是念物理相關的專業 然後我是念實驗粒子物理 然後 做這個 粒子物理時間 通常 就是要 蓋一些大的 粒子探測器 然後 用了很多這種open source的圖文圈 那 我最一開始學的一個 我為了這個實驗 然後 也是人生開始第一次 學習的程式 然後最一開始學習的程式 其實是C++ 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謝謝謝謝謝謝 然後 寫C++寫到 後來 有一天 我們實驗室的一個老師 葉平 葉教授 當時葉教授在我們實驗室 當 當時應該是講座教授 還是訪問學者 我一定忘記了 然後葉老師他就說 那個 我 寫C++ 就是有些其他語言的同學們 可以考慮 寫看python 因為 python很好玩 然後也很powerful這樣 那當時就 一試就驚為天人 因為寫了好一陣子 C++之後 然後再寫python 就覺得 就是python界常 有一句話叫人生苦短 何不寫python 然後葉平葉老師的話 他其實 也是C++的創始元老 然後現在在Google做量子電腦的研究 對 對 當初葉老師還幫社群做了很多事情 滿感謝他讓我認識python的 當時實驗室的確也很多 好多同學或學長也是被葉老師推坑 開始寫python 一直 直到最近 對 就是如果有在用不同的Linux的話 其實非常有可能 平常在用的任何application 例如說你要更新你的系統 你要 python各種東西 它底下的 邏輯可能其實是python寫的 了解 那李維呢 你平常的工作也是 有使用python嗎 嗯 我現在是在 Rakuten USA 就是 日本 樂天在美國的 分公司工作 那我目前是作為一個 工程工程師 所以 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要開發各種 data pipeline 那現在大家也知道 data science 這種東西很流行嘛 那它最常被使用的語言就是python 所以 所以 要開發這些東西 我平日就是用python在做開發 這樣 所以說 因為兩位都是在 呃 怎麼講 外商公司工作 那因為你們其實都是 遠端 的方式去進行嘛 所以我們就是 想問說 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呃 從事這樣子 遠端工作的模式 以我的狀況來說 我其實從 sore1下 就一直工作到現在 所以 基本上 我不太算是有正式的進過 辦公室 嗯 當然我之前 有在學校 稍微做一下助理啊 但 那其實也是一個 還蠻能遠端的工作 然後現在的工作 我已經做了四五年 我到目前為止 只進過辦公室兩天而已 就是美國辦公室兩天 嗯 那其實你們 會覺得說 遠端工作 呃 跟進 辦公室工作 有什麼樣的差異 你 你會覺得說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 不進辦公室做不到 嗯 我覺得 connection 這件事多少 還是會有差 就是 你沒有辦法直接 就跟你的同事 就 坐在旁邊的同事就聊天 或者你有問題 就直接去問他 這 就多少還是會有差 然後如果你 沒有當面跟他見面的話 你合作上還是 不會那麼順利 對 好 那我想 就我的印象 就是太祥一開始是 有部分就是 進辦公室 然後到後來才變成 全遠端的工作 那我想問一下 這部分的轉變 還有契機是什麼 我大概是七八年前 加入Canonical 然後Canonical 本來就是一個 全遠端的起家的公司 因為 就像 他繼承就是Linux 一直以來的那種 Distributed開發的方式 那 在一開始會進辦公室 是一個Mount 是在Canonical 蠻特別的例子 因為Canonical 在台北 有一個辦公室 基於某一些特殊的業務 需求 所以 在台北辦公室 就有留一個位置給我 即使我的團隊 成員 包括我的Manager 其實都是在國外 所以我那時候會進辦公室 是因為 有一個很大的理由 是因為 辦公室有留個位置給我 然後 辦公室在101 設備都很好 位置很舒服 然後臨時很多 又可以去找別人聊天 所以那時候我會進辦公室 有時候也的確是有一些 業務上的需求 例如說我要去看那邊的Device 遠端開不了的時候 我還是得去開機開一下 像這樣 所以斷斷續續過了這樣子 四五年應該有 然後直到後來 因為 在同一家公司七八年 會 一直想要試試看不同的挑戰 所以也會不斷的換團隊 那到後來 團隊 就是我換到團隊就整個 離開台北辦公室了 所以 那我自己 也就是說 不用 我自己也因為個人因素 就搬到國外住 所以也跟台北辦公室說 不用再留位置給我了 所以這幾年 就是 完全的在家工作 所以是因為換團隊的關係 那我是想問說 因為你剛好提到說 你最一開始會想要去那邊 是因為 他們除了給你一個位置之外 那邊的辦公環境也還不錯 因為我記得我們上次其實有聊過 你說那邊的辦公環境 可能是整個台灣數一數二好這樣子 所以其實 現場工作 就是到辦公室裡面工作 其實還是有一個蠻大的誘因 因為你也覺得說 到現場可以跟一些同事聊聊天這樣子 然後像 你也覺得說 可能大家一起寫程式也蠻開心的這樣 那後來 除了因為你們整個團隊 都搬離台北辦公室 這件事情之外 有沒有想要以後也再回去 有這樣子進辦公室工作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就是 從 最一開始 我前一份工作是要進辦公室的 白領上班族 然後到剛進Kaneco 可以 辦公室可以有時候去 有時候不用去 到現在完全無縫厚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辦公室的存在最大 很難被取代的東西是 人跟人之間 emotion上面 情感上面的connection 這是我覺得最 幾乎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東西 比較容易問問題這一點技術上 我覺得還是 稍微還是比較 部分上還是可以透過科技來克服 可是那種見面三分情的感覺 可能是幾乎是無可替代 不過我自己三個階段都經歷過 我自己的感覺是有點回不去的 就我發現我的個性是蠻適合 而且甚至是很享受在家工作的狀態 你可以再多說一點就是 遠端工作是有什麼特殊的點 讓你覺得說就是覺得十分的享受 然後或者是它是一個超大的 然後真的回不去 對 回不去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有兩點 一個就是我是興趣算有點廣泛的人 所以如果是在家工作的話 時間安排上會自由很多 就是例如說我很喜歡從事戶外運動 戶外活動 但是例如說像是爬山 那爬山的話平常就要有一些 固定的基礎體能鍛鍊的習慣 那如果像以前要進辦公室的話 那我要鍛鍊 通常都是要很早 在去上班之前去慢跑 或者是不然就是只能等到下班 後來再慢跑 可是 有些運動 是 是可以不 就是在別的時間可能是比較舒服的 那我就可以自由的安排 然後 制定我的訓練計畫 就我的訓練計畫可以跟我的工作 互相利用 互相安排一下 他利用我的時間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時間是比較 彈性比較自由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其實 比較像是人生 生涯規劃有一些改變 就是生活的重心慢慢從 朋友 然後想要分多一點給家人 我覺得如果在家工作的話 那個跟家人的陪伴的時間 是一種 不可 他技術上來說非常非常的長 然後長到某個程度 會我覺得有發生某種化學反應 很不一樣的陪伴感 以我家的貓而已 這 譬如說我最近最大的心得 就是我這一年 這兩年養了兩隻貓 然後 我發現這兩隻貓 跟我以前 我以前會幫朋友就是帶養 就是 就是有點寄養 幫別人 有點類似像中途的概念養一些貓 那我有覺得 我家的貓 情緒上特別 就是會特別穩定 因為我總是帶家 所以他們 對這個地方非常非常的有安全感 那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那也想問一下李維 就是你覺得如果有計劃 你會想要再回到辦公室工作看看嗎 或者是說你覺得現在的遠端工作的模式 是你非常舒適 你可能就會想要一直持續下去 嚴格來說我沒有什麼回到辦公室這回事 不過 以我現在來 你之前不是 你之前不是有分享過說 你可能未來也會到美國辦公室去工作 對 但如果你要我老實說 以生活 來考量 我其實還是比較喜歡遠端工作 那 就像你剛提到 我有想要去美國工作 這其實 比較是一個想踏出舒適圈的想法 所以我想要更直接的去跟那邊的人接觸 看能不能有更多的刺激 那如果你說以長遠來說 我當然是比較希望我可以一直遠端工作下去 那 所以 那聽起來有一個最佳節 就是 那個到美國的辦公室 但是在美國在家工作 這樣聽起來是最棒的一個 其實以現況來說 他們最近 還在討論 他們到底要不要回辦公室工作 就我所知 我們公司從去年 大概 疫情剛爆發 整個辦公室就沒再開過了 然後尤其是工程師基本上 完全沒有進過辦公室 對 而且本來 我聽在那邊的工程師說 他們本來就是可以 只進 就你不用一天進八個小時 我的一些同事可能就是中午進去 然後下午就走了 對 但他們是回到家都還會在工作 這種比較自由的方式 我覺得其實也都還滿能接受的 或者可能你就是真的比較重要的會 你在出席 那這樣 我覺得就是開會的效率有提升 那你平常的自由度也維持到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況 那就是兩位都有分享 就是選擇遠端工作的一些優點嘛 那你們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你們在遠端工作的時候 都是在什麼樣子的空間 去進行你們平時的這些工作的內容 是比較能夠幫助帶入你真的在工作的感覺 因為其實可能很多人 他們是去年疫情的時候 才開始進行遠端工作 然後他們是被迫選擇這樣子的方式 但你們兩位都已經有很多年的遠端工作經驗 所以你們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們都有什麼樣子的方法 以我的狀況來說就是 你就是至少你要讓你的工作環境是舒服的 對 所以大的螢幕是絕對必要的 然後好的椅子也是絕對必要的 那除此之外我覺得設定環境這件事 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再來就是你生活的規律性 這件事是絕對的重要 就是我的生活可能就是 我很早就會起來 那我稍微做一點事 到某個時間點就會開始工作 工作到中午 那我就固定在那個時間點就會去休息一下 就是我真的是一到五每天 如果沒有什麼特殊的事件 我就是一定都會維持 對不是遠端工作你隨時可以工作 因為你隨時可以休息隨時可以工作 那你就把自己的作息搞得很混亂 那這樣你的遠端工作的生活可能很快就會失敗 但我覺得的確一開始你進入遠端工作 你會很不習慣 因為你就覺得後面就是床 你為什麼現在要工作 你要往後躺下去就好了 對 你的後面那是床 對我後面那是床 我有書房所以沒有這個困擾 對我的這個還沒有辦法花那麼多錢 來在台北住一個有兩個房間的地方 我自己也是遠端工作 我也是後面就是床 我覺得那個有時候那個誘惑真的是很大 沒錯 對 但我覺得這可能就會講到很多人都會說要有個儀式感 就是有一個啟動自己工作的那個那個動作 對像一個開關一樣 就是我自己的話可能就會先去沖一杯咖啡 然後把要吃的東西都準備好 就覺得我今天工作可以開始 我反而覺得我的儀式感好像還蠻薄弱的 我就是早上吃完早餐後 然後稍微摸摸細摸摸一下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那至於我為什麼不會工作到一半跑回去睡覺 我覺得就是你長時間這樣工作下來 你就會習慣這個時間你就是不會再睡覺 然後最近我讀了一本書 我覺得它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也有稍微幫助我一點 它叫為什麼要睡覺 它就是有比較明確的跟我講下午哪些時間睡 你可能晚上就很容易失眠 所以它又再一次的提示我不行 下午你不能睡不然你晚上就會睡不著 然後晚上睡不著的話就變成隔天的工作狀況會很糟 最後以我目前遠端工作這幾年下來 我覺得對我的工作效力最有影響的就是睡眠 就是我只要一天沒睡好它影響的可能就是接下來兩三天 都會比較混亂一點 我覺得李維最厲害的就是作為軟體工程師 他睡眠超級準時健康 然後起床時間也非常準時健康 這個我相信是大部分軟體工程師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大部分軟體工程師工作的時間可能都是半夜 對 然後大家去看那個專案commit的時間可能都是在凌晨的時間這樣 對啊真的是這樣滿有意思的 那講到自律這件事情 就是能夠幫助大家在遠端工作的時候 可以比較專注放在自己的工作上 那還是也請太強來分享一下自己的方式 我基本上很認同李維剛強調的概念 就是生活的規律可能比起環境 就是例如說工作環境或書房可能更重要一點點 像我在最一開始開始遠端工作的時候 我的確需要一些儀式感來幫助我進入工作狀態 例如說我可能會試著穿像是制服概念的東西 或者是像世貌講的泡杯咖啡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 但這樣幾年下來 我慢慢也把生活 就是我慢慢覺察到生活的規律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也把自己生活弄得相當規律 可能沒有李維這麼規律 但我也認為還滿規律的 那一旦進入到這麼規律的生活狀態之後 我發現儀式感對我本身 我好像不太沒有這麼需要這些儀式感 有時候還是會啦 但是我又發現好像是某些時間到了之後 到的時候我大概就會 有點AutoPilot的概念在裡面 我甚至到後來規律到 我其實每天都會穿一樣的衣服 然後我有七套 所以就可以不用再去想 這時間到了就是衣服就是穿來就穿 然後開始坐下來就開始 就可以開始按個番茄鐘 我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也是像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規律本身非常有幫助 那我好奇問一下就是 其實蠻多人嚮往遠端工作 他某部分是嚮往自由 那但是如果需要在這麼規律的情況下 就是同時保有自由 就是不知道說你們有沒有什麼 例如說在外面工作啊 或者是像太祥喜歡爬山 你有沒有什麼帶著你的工作 就是在山上commit之類的 或者是像這樣 就是聽起來比較有趣的經驗 我這邊想跟大家分享 我剛剛是不是破音啊 沒事沒事我幫你剪掉 我覺得還蠻想保留的 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我曾經讀過一本書叫做 這輩子只能這樣嗎 然後這本書在寫什麼 我幾乎都忘光了 可是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我到現在都覺得很受用 裡面就是說 人們就是追求自由最大的來源 就是我們追求自由最大的力量的來源 就是怎麼樣可以真正追求到自由 其實自由這根基是規律 就是我們其實是透過規律跟秩序 然後來節省或者是儲存我們的精力跟能量 那我們才能真正擠出一點創意 然後真正去發揮自己的天賦 所以其實作者他想表達就是 規律其實是自由的基礎 我就是我在接觸到這個觀點之前 我其實常常會把規律跟約束想在一起 就是我如果什麼時間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好像被約束了 那我好像是不自由了 但其實當我真正把規律的生活 變成我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之後 我發現身心的健康狀況比較好 比較有精神 那我就發現我真的會比較有心思 去做更多的探索 或是做更多的探索跟摸索 還有就我其實發現世界有更寬廣的感覺 聽起來非常的高聲 然後以我的狀況 我剛剛在想這個問題就是規律 我也是同樣在想為什麼規律跟自由是一個抵觸的東西 對 就我自己並不覺得我過了規律的生活 平一般來說過的規律的生活 那我就過得很不自由 但其實我過得還蠻自由的就是 大家可能公司的正常 早久晚午的這一段工作時間 大家可能是八個小時在工作 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中間會 也許是我睡午覺前 我會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休閒 但我可能就是晚上的公司會稍微拉晚一點 可能就是從九點到六點 那我就是睡午覺前休閒 那我在工作結束到晚餐前 就會有一個固定牌就是我這段時間一定要休息 那規律這件事不只要被應用在工作上而已 我同時有把規律應用在我的各種休閒的娛樂上 這是大家都會提到 Work life balance 那你只管你的Work 但你可能常常忽略你的Life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能把規律跟 你的玩樂也加進你的規律中 那你的生活就會過得比較舒適一點 然後剛才那個世貓有問到那個 會不會帶爬山的時候去抗面 我其實是不會啦 就是我覺得大家 就是遠端工作有個迷思 我自己也遇過 就是覺得時間好像變得很自由啦 然後我要去哪裡哪裡寫扣 好像很開心一樣 但事實上呢 在戶外寫扣只是眼睛很痠而已 通常撐不過一個小時 然後你螢幕即使調到最大 你還是看不太清楚 所以最後還是會回來房間裡面的小角落寫扣這樣子 不過我記得去年李唯好像有在拍康前 就是到台南去玩了一個禮拜 但同時工作對不對 對 如果是以這個狀況 這其實不算是我比較瘋狂的 不過去年的狀況其實我只是到台南的各個咖啡廳 然後就是我早上會找一個咖啡廳工作完 然後找一個中午去一個地方吃飯 下午再找一個咖啡廳 所以我基本上大家在工作的時間 我也差不多都在工作 只是我在咖啡廳工作而已 對 那既然提到這個我就想聊 我最瘋狂的事情是 我曾經在優勝美地上開會過 然後那裡的網路真的超差 還好那次會特別短 所以我就安然地度過了 對 但是有人知道你在優勝美地嗎 就我的印象中應該是有啦 我後來應該是有跟我的主管提 啊沒有 我很確定他們都知道 這樣子不會環境因很吵嗎 就是像我們如果在咖啡廳工作 其實咖啡廳有時候也蠻吵的 可能不太適合開會就是講話這樣子 那你在優勝美地那邊可能也會受到很多遊客的干擾 其實實際上是不會 因為那個時間剛好是吃完晚餐的時間 大家可能都回去自己的小木屋休息 然後我就在公共區域那邊架著電腦 那我的機其實還蠻好的 降噪功能蠻好的 所以外面只要不是什麼真的是吵得太誇張 我其實不太會被干擾到 我跟你們想分享那個外面太吵的一個技巧 就是其實我有另外準備戶外開會用的 耳機麥克風 他耳機跟麥克風本身 就是包括收音的部分都是抗噪的 所以像在外面講電話或是開會 最常遇到的問題 其實是風切風吹的聲音 那如果好一點的抗噪麥克風其實可以過濾掉 像這樣的干擾 我覺得還不錯用 然後李維剛才講到在優勝美地 我就想到我曾經在兩個我覺得也蠻有趣的地方工作 一個是馬拉帕斯瓜 馬拉帕斯瓜是菲律賓東方海岸的某個小島 所以如果要去的話要先搭一趟飛機 坐兩次船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它的島的面積可能跟大岸區差不多大而已 但是網路倒是還蠻好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網路可以這麼好 對那邊是一個潛水勝地 我其實是去潛水的 但是我這個人當時有一點放不下一個專案 就我覺得他實在太有趣了 就是趁我女朋友去 我那時候跟女朋友一起去 他去散步的時候 我就會偷偷把電腦拿出來看一下 但是還蠻好 偷偷工作 然後有些人 有些人會覺得說這樣是不是那個 Walk Life沒有Balance 但是其實我比較覺得說如果我喜歡做這件事情 我在做的時候我沒有覺得它對我身心造成影響或者負擔 那我是覺得好像也不需要這麼堅持要切開來 對然後另外一個也蠻有趣的是工作地點的經驗是 那時候我去墾丁 我有個朋友要學潛水 但是我其實已經會了 那我們約好要去潛水 所以前幾天我有點在等他 先把初階的課程上完 所以我記得那兩三天 我都是在泳池旁邊做完我的所有功課 做完我所有的工作這樣 然後到他真的學會之後 我才真的請假然後我們去潛水 這也是蠻有趣的 所以我才會知道眼睛真的很痠這件事情 因為真的太陽 可能捏太陽然後太有脂肪 反光會很嚴重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常常 就是也不是常常啦 就是如果有時候眼睛真的太痠的時候 就會把程式馬先大概架構寄在心裡面 眼睛閉起來又想了 不想要一直盯著看 那我好奇再問一下就是 因為你們都是跨國的遠端團隊嘛 那平常你們跟同事 合作的方式是文字比較多還是語音比較多 以我的狀況因為我現在人在台灣嘛 但我大部分的同事都在美國或烏克蘭 所以我們睡到的時間其實不多 那自然我們就比較常會用文字來溝通 但最近我們的主管有剛好比較 Active在促成大家的交流 所以我們有越來越以語音的方式來做 co-work 這件事我覺得其實還蠻好的 就是你跟一個完全沒聽過 聲音完全沒看過臉的人工作 其實那個感覺還是會比較生疏一點 但我覺得大概大家有一定的熟悉度後 之後就算都是用文字 但是整個順暢度還是會提升很多 我這邊的話是文字比較多 明顯多很多 不過我現在這個團隊 manager的做法 他其實會希望每天還是大家要有一個大的照面 所以其實現在平均每天會有一個30分鐘左右的concall 然後是開視訊的 那基本上就是想要彌補說 是不是一整天都沒有看到真的人類 沒有跟真的人類講到話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不過我自己在open source打滾這麼多年 我自己的感覺是 即使都是文字 我覺得也很好啊這樣子 那我就想問一下 因為你們兩位都是 原端工作上會有語音跟同事溝通這樣子 可是其實你們兩位應該都是有跨時區的團隊嗎 那尤其應該是 目前應該是李維這邊跨的時區會比較遠 那可不可以請李維分享一下說 你就是跟同事這樣跨時區合作上 你們通常都是怎麼樣去進行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通常會在台灣時間早上八點 大概就是美國快下班的那個時間點 我們會有一次concall的think up 那他們基本上會在他們美國的時間 會把大部分的細節先記錄下來 這個concall其實就是盡可能的 用這可能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再多補充一些來龍去賣 讓你的白天可以好好的把這件事做完 那其實我的同事們大部分都是晚上還是蠻習慣會做事的 可能他們早上也不見得那麼早醒來啦 我在猜 就我聽到他們在covid前的狀況是這樣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的生活情況實際是怎樣 但他們大概晚上都還是會工作的 所以就是我在這裡白天我大概有問題 需要討論我也都可以敲他們 但我不會特別expect他們一定要回 因為這是我預期他們不應該是工作的時間 那我就是盡可能把所有的東西detail下來 讓他醒來的時候可以 要嘛就接著處理 要嘛就是如果這不急就是回復給我 我隔天再把這件事弄好就可以了 我這邊的話跨時區在 我以前還在台灣的時候 比較會遇到 然後現在的話因為跟團隊 基本上差不多在比較接近時區就還好 不過我自己的感覺是沒有差 就是死區這件事情一直以來沒有給我太大的困擾 因為在Linux相關的開發裡面 Async的方式完成工作已經非常成熟了 大家也非常習慣非同步的方式在交流跟互相溝通 所以我從最一開始都不覺得跨時區有給我 有給我什麼太大的困擾 Documentation有做好 我就覺得幾乎就是很夠用了 那你要不要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有些人可能不太熟悉Async的工作模式 可以幫大家介紹一下嗎 Async基本上就是 例如說我們在追求異性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發訊息給他嗎 他讀了之後他不會馬上回你 他可能隔了兩三天然後才會回你 你三天前可能問他說 最近有沒有空啊不要去吃個飯啊 然後你就看到他已讀 三天之後再回你好啊 或者是我那天有事情耶 然後你就知道這些事情約得成約不成 那這就是屬於一個非同步的溝通方式 當下你並不一定 你不會獲得立即的回答 而是事後透過各種Documentation 或是各種文字訊息然後來追蹤完成事情 當然如果你對方對你很有意思的話 很快就會變成同步的溝通 他可能也許不方便會回你了 那李維對Async是不是也有想要分享的 聽說我想發訊啊剛剛太想說 就是Linux的這個community 對Async的工作方式非常的熟悉 我以為你要發訊息 問人家要不要吃飯 很可惜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可以聽 他可能都是Sync的 你 對 好我們回到Async 對 大家其實我剛加入公司的時候 會覺得我們公司在這一塊 並沒有那麼的成熟 所以就我們就只有在 八點那個點Sync完 大家就是各做各的 然後可能到下一次開會 才會對到 中間可能也還不見得 會有什麼溝通 可能就是我們全部累積到 隔天大家見得到面的時候才一次講 就是大家 就還沒有習慣這個模式 會有一個很長的磨合期 直到很不幸的COVID發生了 所以大家對於Documentation這件事的重視 大大的提升 那 其實我的時期算是 離大家比較遠的 台灣的這個team是最小的 可能烏克蘭那邊有三十幾個人 然後 然後 美國那邊可能也是三四十個人 然後台灣這邊就是個位數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台灣就還蠻間遠人的一個狀況 所以 大家在 考慮開會的時候 一般來說會比較少考慮這邊 所以大家可能在會議完 就把所有的 context 講完 最後才跟我們講任務大概是怎樣 所以 Async這件事情 其實是還蠻需要 團隊 花時間 而且也是要花不少心力去 去建立這個東西 這個文化 那就是 講完跟團隊合作這件事情 再來是想問說 就是好奇 問一下 因為你們其實長時間的 做遠端的工作嘛 所以你們可能 真的很少碰到你們的同事 那你們怎麼維繫 你們同事之間的一些情感 也不一定說要情感 有可能是 向心力啊 因為有時候 團隊應該是要有一些向心力 他們才會比較有動能嗎 那不然就請泰祥先分享好了 我馬上想到兩種風格 第一個就是 Netflix 就是前陣子大家也在聊的 Netflix那一套 就是 也不需要什麼感情啊 你就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好了 這是一種專業 這是一種做法 對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 怎麼維繫感情 就是 我們公司有一個做法就是 就是基本上每隔 在Covid之前 就是每隔一段時間 通常可能是一年 最少可能是一年 我們會辦一次Sprint Tim裡面可能五個人 十個人的Sprint 而且是實體的 所以大家就會約定好 飛到某個地方 然後那一個禮拜就 認真的寫Call 跟像Solution 就是Sprint這樣 所以我覺得兩種做法 我自己兩種做法也都經歷過 我也覺得都可以 但我相信也是蠻看人 應該是蠻看人個性的 可能有些人就會很不習慣 就是只有工作這件事情 他也許真的就是需要 就是有同儕或革命感之類的 我這邊想再補充一告 就是PyCon 台灣內部籌備的方式 一直以來也是蠻Async的方式在進行 然後 我的確覺得籌備活動本身 比較偏向於 是比較革命情感的 所以某方面來說 就我自己而言 我參與PyCon 台灣本身的籌備 有一點算是彌補上 彌補 有時候我在工作上 某些團隊是比較直講結果 直講專業 反正我也不需要跟你 真的有什麼太多的 emotion上面的交流 反正你只要把東西交付出來就好了 不一樣的社交圈 那你為呢 我認為以我的狀況來說 其實跟泰翔最後說的比較接近 就是同事間 比較是專業的交流比較多 那 至於需不需要有革命情感 反正你就是被拼過來工作 你就好好的把事情做完 那 這個是JD的底線 那你要不要跟你的同事交好 這就是 這就是 那我們這邊 就是至少讓大家合作起來 你不要覺得這個人好像很難合作的方式 就是大家在請人幫忙的時候 我覺得會刻意的 多講一些比較有禮貌的話 那多用一些emoji去表示 就是 其實我是善意的去提醒你 你這裡可能有一些地方需要改 那 我也不會直接用Planetax說 好 我就改嘛 就是 可能會說 感謝就是 你有這個提醒 那我沒有注意到 我可能就會再加一個 笑臉的emoji 那我就 會把這 review 這個call review改完這樣 那這可能是我覺得可以讓 同事間情感 不要很爭鋒相對的一個方法 我也覺得很好用 我想講一個小故事 因為我的公司也是全遠端 而且也是在COVID 開始之前 就是我們公司成立之初就遠端 然後之前就是有雜誌記者 就是想要訪問說 台灣的遠端公司 就是因為這算比較少見 然後他也是就問了一些 像是工作生活啊那些等等的問題 之後有一題也是問說 欸那你們平常都是遠端工作 怎麼交流感情 然後那個同事就 就是回答他說 我是來工作的 不是來交朋友的 然後那個記者就傻在當場 朋友也很酷 所以其實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遠距工作的風格 有的人就喜歡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對跟每個人個性 真的也是有差別 就是有些人喜歡自己 悶頭起來幹 有些人喜歡 大家一起打打弄弄的 把它完成這樣 像我們公司是有每個月 會辦一次 face to face的聚會 可是像你們跨國的 遠端工作 會有這樣子的機會嗎? 以我的狀況來說 基本上不會有這種東西 那我會見到我的同事 基本上就只有一年一次 就我現在的主管 剛好是一個台灣人 那他剛好回台灣玩的時候 就是他會跟我們一起吃個飯 這可能就是 我一年會唯一一次見到我主管 或者如果我有去美國的話 我就會跟他說 我可能可以去辦公室 就是跟大家見個面這樣 但原則上 我是不能在那邊工作 就是我只是用旅遊牽過去 所以我就是跟他們見個面吃飯 但我們沒有特別 實質teambuilding的活動 但也有可能是台灣這邊 特別邊緣 我不太確定美國他們那邊 有沒有teambuilding的活動 就是台灣在遠端工作上 這個邊緣人文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有觀察到類似的現象 就是我覺得這可能是國力 或者是產業文化上交例後的結果 的確是比較不被視為是 核心技術的團隊所在地 所以通常大家會以核心團隊 需求時區等等等 開會考量為主 然後台灣再去配合 那這其實也是 我想要換業務團隊的一個動機 就是我覺得實在太北邊緣了 然後我不太爽 就是我明明就覺得大家 台灣的這些工程師 明明程度也非常好 非常優秀 只是因為史區或是文化的問題的話 實在是很可惜 然後也不太服氣 所以我就覺得 再想要試試看不一樣的挑戰 我是想問說就是 你覺得說是只有台灣的工程師團隊 會有這樣被邊緣化的情形 除此之外就是有沒有其他 來自其他假如說是日本啊 或者是東南亞的工程師團隊 也有遇到這樣子被邊緣的感覺 OK 那我這邊我覺得可以提供我個人的觀察 我稍微 我稍微偷換一下題目 因為你說被邊緣化 因為被邊緣化聽起來像是 原本不是邊緣化 後來變成邊緣化 但是其實我的看法是 我觀察到的是另外一種 就是一開始策略上 可能是公司經營 或是技術產業經營上 他一開始就設定你是邊緣化 你是邊緣人 這樣我本來一開始就沒有打算 要把最核心的東西 最核心的業務交給你 所以我才會 至少我待過幾個團隊 還蠻常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他一開始就被設定成 是要做比較非核心的東西 的確台灣有面臨這樣子一個 產業上就是有面臨這樣一個挑戰 但我相信這需要時間 這是慢慢的 不管是證明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在政治經濟上面 有一些地位的提升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講 那也許慢慢 產業戰略就會慢慢改變 剛才李偉是不是有想要講 我其實想聊聊 如果要突破這一點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台灣的人在那邊發生 或者有一個你現在在台灣 但你是一個比較願意去發生 或者你會多做出一些貢獻的人 這點其實差蠻多的 除了你多做貢獻以外 更重要的是你要讓大家知道 你多做了哪些貢獻 這件事其實真的很重要 那其實以我自己的觀察來說 我也覺得我們團隊 我們這幾個在台灣的團隊 也是一開始就是比較邊緣的 這件事其實有它的歷史遠遠 我覺得是差有它的道理在 但當然以我是這個團隊的人 我就會希望我越來越核心 可以越參與大家的決策 尤其以我的認知來說 我們做的東西其實對大家的工程文化 其實都還蠻有幫助的 那以最近一兩年來說 我換了一個還蠻願意幫我們在 美國那邊發生的主管 那它就很積極的讓我們的 不管在更大的主管上 或者在同事間 其實都有更好的加入到大家的團隊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覺得 台灣人的教育下 好像在為自己發生這件事 還是會比較沒那麼主動一點 我這邊想再聊一下 我們剛剛其實提到的部分 比較像是從個人的角度去看 有點像是產業結構已經是這樣子 那打不過它 那就加入它 照著他們的遊戲規則玩 就是試著把自己的專業給賣出去 像這樣 那我知道有另外一些人 他們是走另外一種 完全走另外一種玩法 我雖然 我雖然現在產業結構是這個樣子 但我試著打破遊戲規則 比如說有些人他們就會透過 帶著自己的專業 然後在台灣創業 然後試著 像世界證明說 其實台灣也可以有核心的團隊 核心第一流的企業等等等等 類似像這樣 那我覺得這些也是很了不起很厲害 試著再改變更大的遊戲規則 很佩服這些人 那就補充到這裡 我覺得今天聊得很有趣 還有講到很多文化上面的差異 因為我其實還沒有出國工作過 所以沒有感受到這麼多差異性 那最後就是也想要問問你們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他想要轉型去從事圓端工作 那你們想要給這樣子的人什麼樣的建議 我有一個建議是 來參加PyCon台灣的籌備 因為PyCon台灣的籌備本身是Async為主的 所以如果有辦法適應的還不錯 而且真正有一些貢獻 表示你知道怎麼玩這個遊戲 這是你大概知道遊戲規則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可以考慮試試看加入這個志工團隊 壓力可能也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志工團隊 如果你發現你不適應了